梅花綻放百茫茫一片 像是下雪一般 讓人看了情況神移 不少遊客紛紛拿起手機猛拍照 但有些遊客為了拍照 想拍出被整片梅花園包圍的景象 走進飛步道區的植栽區 踏來踏去 讓不少花花草草都被踩死 不只踩踏 還有人直接平躺下來 以為在日本賞櫻花那樣 就地休息也餐 IP好沒功德心 未上來不好 也很沒功德心 還沒賞櫃 現在還沒賞櫃 還沒賞櫃 正確還沒櫃 江一美山公園 三千多株的梅花盛開 醒全國遊客前來賞梅 但卻出現踩踏亂象 其實這裡有設計步道 小朋友戶外教學 在老師們的引導下 順著步道走 沿途賞梅一樣也能夠驚喜連連 這種像說手去摸 去摸下去要休息這個動作 希望我們的遊客都不要做這種動作 賞花用眼睛和心好好感受 千萬別動手去摸 尤其有些人會把樹枝拉下來 希望能更貼近臉拍照 這些都是不允許的 讓梅花保持原來的風貌 花旗就有機會延長 讓更多人欣賞美麗的 梅花綻放 記者侯國文 潘穎文 嘉義報導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